谁让你心动 谁让你心痛 谁会让你偶尔想要用它在怀中 谁又在乎你的梦 谁说你的心思它会懂 谁为你感动 只是女人容易遗忘今生 总是为情所困 终于越陷越深 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 她可以奉献一生 为她所爱的人 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 她可以奉献一生 为她所爱的人 女人爱是她的灵魂 喂 卫杰 没关系 你慢慢来 你妈还在睡 我先去找蓝医师了解一下手术状况 OK 拜拜 爸爸 我会尽量做得自然一点 不过你刚答应我的可别忘了 你放心 我一向说到做到 那就万事拜托了 可嘉 蓝医师 那一切就麻烦你了 姐 怎么了 表情看起来怪怪的 没什么 你跟蓝医师在聊什么 没有 我在询问蓝医师手术 风险的程度到哪 就只是聊这个吗 对啊 你干嘛 你身体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你脸色看起来真的很差 真的没事 可嘉 你不怪我 烧掉我妈的自白吗 你早上不是还很心气吗 姐 对不起 早上我一直冲动 情绪烧得失控了 我已经完全想清楚了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姐姐 而且就只有那么一个妈妈 所以我完全可以体会你的心情 你真的这么想 对 而且我还要感谢 你帮我烧掉你的自白 让我的一颗心 终于可以定下来了 比如像之前那样 一颗心七上八下的玄在那边 你帮我烧掉它 等你解决我的痛苦了 可嘉 对不起 我应该先跟你商量 没事的 没关系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等待帮忙的手术结果 那蓝医师刚刚怎么说 蓝医师说 手术的风险很大 不过他会尽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努力 好好提伯母开刀的 姐 妳不要担心 我已经跟蓝医师确认过了 蓝医师跟伯母 没有任何的过节 他也没有被任何人的收买 所以二十年前 发生在我妈身上的事情 今天晚上 绝对不会重燃 我相信手术 一定会非常成功 非常生命的 好了 我先回去上班了 有什么任何的消息 你再通知我了 好 姐 拜 你去哪里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我 我刚刚去东区逛了一下 对了 不是有人要来看房子吗 阿仁呢 来过了 他刚走 他刚来看了房子之后 他说这房子先建议我们自己先试着卖 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说这房子不错 搞不好可以卖到什么好价钱 而且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卸一下百分之六的佣金 百分之六 这么多 对啊 所以我就先帮你做个立牌 还有一些传单 你对我真好耶 三八 大家互相帮忙嘛 对了 这间房子到底可以卖多少钱啊 之前不是有买主出三千万吗 我说太少了 不要卖 至少要卖个四千万 四千万 真的假的 你要干嘛 我亲你啊 没事干嘛亲我啊 这开心嘛 而且在国外又不算什么 你害羞啊 有有有 我们现在在台湾不是在国外好不好 你动不动就亲干嘛 哦 好啦 你说啊 你去把转转吧 哦 你来了 你妈醒了吗 还在休息 卖姐 卖姐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取消手术啊 取消手术 为什么 我担心手术会有问题 卖姐 手术肯定都会有相当的风险 而且蓝医师已经是我们目前找到最优秀的医师了 我知道 不过我也不想得预感 也许我们换个时间或换个医师再做手术会好一点 可嘉 为什么你现在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觉得 可嘉的态度变得很奇怪 之前我烧了我妈的自白 她跟我发了很大的脾气 后来 我到她生母的坟前去道歉 又发现她把我跟她的合照撕碎撒了一地 更奇怪的是 我刚看到可嘉跟她的蓝医师在讨论我妈手术的事情 虽然我没有听清楚她们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可嘉一看到我 她的态度就变得很亲切 这一切太奇怪了吧 可嘉 你会不会是因为她担心妈妈的手术 所以你心情变得有点患痛还是 也许是吧 但是我真的觉得可嘉跟蓝医师她们之间 好像怪怪的 可嘉 会不会跟蓝医师达成什么协议 要伤害我妈 为蓝医师在业界的风评 她应该是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可嘉你心里不要想太多 我许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保持你自己身心的健康 我要手术成功之后 你才可以好好照顾她们 希望是我想太多 不如这样吧 可嘉 如果你真的心里还担心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找可嘉好好抬一抬 你是学心理的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办法 套出她心里的想法 那我打电话给她了 那我告诉你 有一款很适合的 这一款她 没关系啊 你可以接啊 我先看一下资料 没关系 那不重要的电话 还有另外一种我觉得也很适合 而且她最近刚好有特会 你看一下 就是这两种 怎么办 可嘉不接我电话啊 可嘉 可嘉 可嘉正在忙 不大方便接电话 怎么会这样呢 不行 我要去妈取消今天的手势 好 妈 妈 你醒醒 我有话跟你说 可嘉 什么事啊 妈 我们今天先不要动手术好不好 为什么 如果我越想越奇怪 我怕可嘉真的会害你 可嘉 我相信可嘉不会这么做的 可是可嘉她情绪反应实在太反常了 一般人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 而且我刚打电话给她 她根本就不接 可嘉 我想可嘉是因为在忙 所以才没法接你的电话 你不要太多心了 不行 我不能让妈冒这个险 我们俩一起生活这么久 我不能没有你 你知道吗 妈知道 可嘉 你听妈说 你是 你是读心理的 你应该能够体谅 有些人做了错事 她会想有赎罪的机会 对不对 妈现在就是这种心情 你都不知道 我多想还给可嘉一个公道啊 所以 如果可嘉 就像你说的那样 真的想对我下手 也没有关系 这样 我刚好可以 还她一个公道了 对不对 妈 我怎么可以眼睁睁 看这个悲剧发生 我怎么能够接受我的妹妹 要害死我的妈妈 可嘉 你听妈说 可嘉她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孩子 她之所以变得这样 是因为她想替她妈妈报仇 所以 如果等一下 我真的死在手术台上 说不定 就可以让可嘉 变回她原本单纯的个性 这对她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你知道吗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可嘉 你乖 对 这个手术本来风险就很高 你答应妈 不管我能不能康复 都不怪可嘉 好不好 妈 你一定可以康复的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平安出院 要不然我以后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可嘉 好 妈老了 累了 不想再逃避了 今天就让老天爷 为我的过错 做个审判吧 可嘉 你先不要难过了 我相信妈妈 她可以平安度过难关的 可嘉 可嘉 你坚强 你不要替我担心 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 等一下会按照原本预计的时间进行手术 谢谢 薇姐 可嘉 妈真的很对不起你们 妈 你怎么这么说 我 我年轻时 犯下的错 逃避了大半辈子 结果 却连累了我的女儿跟女婿 你不要这么说你没有连累我们 可嘉 妈 妈不知道 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说话 所以 你要听好 亲家母母是个讲道理的人 虽然很多事情 跟你们的看法不太一样 但是我相信她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你们好的 你呀 要多谅解她 不要老是跟她争辩 她现在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我想她心里一定也很不好笑 你要耐心取得她的谅解 知道吗 真的 薇姐 可欠以后就麻烦你了 妈 我会照顾可欠的 你放心 我会好好跟我妈沟通的 最后 你们一定要帮我多补偿可嘉 你们两姐妹好不容易才相认呢 以后要好好地相处 不要让我担心哦 好 好了 我要不哭 不要哭了 你要坚强 要让妈担心哦 不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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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赶快到医院去看新家母吧 我待会儿有事你自个儿去吧 你待会儿有什么事啊 我要跟吉太董娘去喝下午茶 然后晚一点还要到厨房一趟 你非要这个时间吗 哎 新家母动了可是心脏的大手术啊 医生说这危险性还挺高的 我知道啊 那又怎么样呢 你这么说好像 是不是太见外了一点 大家有缘 这才能够结婚清家 你这么说好像 好像事不关己似的 我没有事不关己 蓝医师呢 我有送钱去 我已经人事意境了 送钱又怎么样 送钱 钱能代表什么啊 不好意思啊 我能做的就是这样 我没有你那么心胸宽大 要是以前啊 我早就到医院关心了 不过 现在状况不一样 状况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杜芳谷 我问你 你老实地回答我 如果当初你知道曾可倩的母亲 是个杀人凶手 你会让伟杰把她取进我们杜家的门吗 以我看 陈树荣那个女人真的很可怕 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的单纯 她在外面是个充满爱心 救人无数的好医师 但骨子里头 竟然是一个由爱生恨 教唆杀人的罪犯 你也把话说得太难听了吧 我觉得她 她就是过去年轻 一时糊涂才犯下这种错 人家也后悔了嘛 不是做了很多好事要弥补 一时糊涂做错事情 这是有可能的 但杀人这种事 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 更何况因为一个外遇就去杀人 那伟玲也碰到同样的事情 她有去把美玄杀了吗 我看过一篇报导 会杀人的人 他们的基因 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样 曾可倩 就是遗传了陈树荣 这种可怕的基因 她才会这么的狠心 把那份自白给烧了 老婆你 你这话也太扯了吧 我哪里扯 你也知道那份自白 对可家来说多么的重要 可倩呢 居然没有顾到姐妹之情 就这么的把那份自白给烧了 可倩这么做 她也是为了要保护她母亲啊 这也是人性的一种最基本的 也是她的孝顺 是啊 在你眼里是基本的人性 但在我眼里 是非常丑陋不堪入目的人性 你不是说可倩很正直吗 很有正义感吗 但请问你 现在可倩的正义感跑到哪儿去了 说到底 你就是不喜欢可倩 所以才塞这个鸡蛋里头挑骨头 不是人家亲家母也说了吗 等出了院她就会去自首了 这有没有自白这有什么关系的呢 没错 没错 我是不喜欢可倩 但是这件事情 我可是震震荡荡 站在事以上 我告诉你 可倩没有你想得这么的好 她跟陈树荣是哪里 她的身上 一样留着深沉又可怕的嫌疑 是啊 陈树荣是说她手术成功之后 她会去自首 万一她反悔不去自首了呢 现在可倩 要把那份自白给烧掉 你能拿他们母女怎么办哪 怎么了 我有说错吗 说到今天 你就是不想去医院就对了 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待会儿有事 随便你 我没有你心意儿那么多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可倩跟青山谱现在是最需要家人的支持 我是她们的家人 我去医院 下面又贴满了 网上贴一点这样比较明显 我知道了 你行不行 抱我 你说什么 把我抱起来贴这样才可以贴高一点 说清楚 一下又要亲一下又要抱着 你还是外国人 快点 快点 拿着 你稳了 怎么样 行不行 行 好 好 来 嘴边一点好了 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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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边一点 我的屁股 你干嘛偷亲我啊 我干嘛偷亲你 你这个人真的是木头人 我都已经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你难道不知道我喜欢你 我都已经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你难道不知道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你会不会太不挑了 像我这么没气质又粗鲁的男生 你也要 不会 我觉得你很妹妹 说得也是 不过 不好意思 我对你没那意思 还有可嘉说过 等他报完仇之后 他就会嫁给我 所以 你还是不要继续喜欢我 比较好 对不起 是我太迟钝了 跟你们相处这么久 居然不知道你跟可嘉的关系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恭喜你们了 明天就可以结婚了 明天就可以结婚 什么意思 没有 是我随便乱说的 不可能 你会这么讲一定有原因 说 到底为什么我可以跟可嘉结婚 好了 反正我现在讲也没差了 我就老实告诉你好了 可嘉用五千万来买通蓝医师 要蓝医师在手术当中 伤害陈素荣 陈素荣现在应该已经快进手术室了吧 所以这个报酬就快要成功了 不可能 他哪拿那么多钱 他要我卖房子的钱先借给他一些 事情怎么会变这样 不是说好要等陈素荣手术完之后 要他自己去自首吗 本来是这样子的 可是今天早上 曾可欠把自白书的正本给烧了 所以可嘉就忍无可忍 说要用相同的方式来对付陈素荣的 就算他再怎么忍不住 也不能做犯法的事 不行 我要去阅阻止他 等等 如果你去阻止可嘉的话 那你还有机会跟可嘉结婚吗 就算不能跟他结婚 我也要去阻止 因为我绝对不能让可嘉做出犯法的事 是吧 白医师 白医师 你切去拜托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 我赶快变绿灯了 快点 我赶快变绿灯了 快点 我赶快变绍灯了 我赶快变绿灯了 我赶快变绍了 好好透满 他觉得疼累会他 莱威师 他夫妻 对那一件事情 達了 再过十分钟 或许陈树荣就要得到报应了 妈 你在世的时候 我年纪还小 从没经过小道 希望陈树荣的死 可以让你在天之灵 感受到一点点的安慰 还有 阿布 请你原谅我 我知道或许你不希望 我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 我真的没有办法 消除我内心的怒火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替你和妈讨回公道了 一旦有人发现手术被动手脚 那可嘉的人生不就毁了吗 不行 无论如何 我绝对不能让可嘉犯法 就算不能跟可嘉结婚 我一定要去阻止 来 蓝医师 我妈说 您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 我不是要怀疑你 但是在你进手术室之前 我想再拜托你一次 一定要尽全力救我妈 我相信你一定会凭良心开刀的对吧 好了可嘉 不要再说了 就交给蓝医师处理吧 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个小时 我看我们去买东西回来吃好了 别乱动 别乱动 我现在手上有把刀了 一不小心就会刺伤你 我来这边 是要好心提醒你一件事情 第一 孙可嘉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 他是骗你的 第二 我已经知道你跟可嘉之间的协定 而且我这边还有忍证 二 你最后想清楚 看你是要为了这永远一天 拿不到的五千万做一辈子的牢 还是就当做没有这件事情 继续当大医师 蓝医师 都准备好了 好 蓝医师 医师就拜托你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用心的 动这个手术 我会在医院里面 跟你们好消息 伤心 你会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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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我会有机会 我会有机会 你会有机会 都已经超过预定时间 一个多小时了 怎么都没什么消息 该不会真的出事了吧 可惜你不要紧张了 没有消息表示还在动手术 还在动手术表示 还有希望吗 是不是 我知道 不过我就是担心了 不要想太多了 你先坐着休息吧 我去倒车给你喝 董事长 怎么你没有去医院 生死有命 富贵在间 不会因为多我一个人去关心 就能改变什么 更何况万一手术不成功了 或许是老奸爷替你讨回公道 是不是 可嘉 可嘉 你是不是跟蓝医师达成什么协议 你们是不是想害我妈 姐 你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想法 可欠 你怎么可以没有证据胡乱指控人 妈 我会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第一 早上我把自白书烧掉的时候 可嘉还发了很大的脾气 像我她态度叫大转变 这不是太不合理了吗 第二 可嘉根本没有必要去找蓝医师 关心我妈的病情 她明明还很气我妈 怎么会担心她手术成不成功呢 还有 我也去找过蓝医师 她说话闪烁其词 甚至不敢看着我的眼睛 我觉得她一定隐瞒了什么事 可嘉 如果你真的想要害我妈 我求求你赶快助手 就蓝医师助手 我不会怪你的 我求求你好不好 孙可欠 我希望你立刻停止这种 以小人之心杜君子之父的想法 你用脑子想一想 可嘉多么的恨你妈 她怎么可能让自己变成跟你妈一样 做出这么狠心荒谬的事 姐 我知道你很担心伯母的手术 但是蓝医师说了 她说手术的风险本来就很高的 我是听了她说 手术的风险很高 所以我才去跑去求她 请她一定要尽力帮忙 或许 或许我这样做 你觉得看起来很没有道理 但是其实 其实我老实告诉你 我这样做 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没错 我 我很担心万一手术失败了 那你一定会认为 就我为了要报仇 跑去动手脚 那这样子 我们俩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当姐妹了 现在 只有伯母 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院 我们俩姐妹心里才没有疙瘩 那至于 其实伯母是不需要去自首 我想我会尊重她的决定 你看看可嘉多么懂事 多么珍惜你这个姐姐 而你呢 你居然怀疑她要害你吗 喂 卫杰 现在状况怎么样 手术成功了 好 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医院 好 好了 好 现在手术成功了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可嘉对不起我 没关系 姐 我知道你只是一直担心 心情很混乱 好了 现在手术成功了 我之前担心的事情 也不会发生了 好了 那你赶快去医院陪伯母 可嘉 我不应该怀疑你的 对不起 我听见我们的还真说 你自己要想做梦 我还没有想做梦 还没有想做梦 能感觉到梦 都没想做梦 我还没想做梦 费汪 我还没有想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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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汪 我还没有想做梦 人呢 这什么 纽约传来的 股份重新划分 这么说你也还不知道 美国纽约的十八分馆 多了一位股东叫秦美轩 方总没跟我说过 而且还 还百分之十五 甘股 他一毛的资本都不用出 这不是什么技术引进呢 凭空他就多了 这么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超过一新台币一千万哦 神奇吧 这 这会不会弄错了 弄错 你是做总经理的人 你应该比我了解这张指示 这是纽约那边律师事务所 Fax过来的股份划分确认书 你妈看完了之后签了名 立刻就Fax回去 你认为会弄错吗 今天要不是秦美轩 我不会起这么大的疑心 她是临去美国之前 跟显耀发生一夜情的人 也是伟林跟显耀婚姻彻底决裂的关键 你妈没有找律师把她告得活不下去 我都已经觉得这是天下奇闻 居然还要给她这么大的股份 这什么逻辑 以德报怨 这报得也太离谱了 爸 你该不会说这百分之十五的干股 是卖给美轩的酬劳 那显耀跟美轩的一夜情是 是妈设的圈套 不然这超过一千万的好处 你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你也知道的 之前你妈是非常地反对 伟林跟显耀的复活 可是突然为什么会有个大逆转 那天伟林说你妈答应了 而且要办个派对 来庆祝他们的破镜重圆 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这样太佩辟了吧 就算我们在保护伟林跟亚欣 也不能用这个方法 你又去哪儿 爸 我要找妈问个清楚 我要知道那天美轩 是不是受了妈的指使 去勾引险药 就算你说是 你认为她会承认吗 那 那妈为什么要给美轩 这么大的股份呢 我想她会找出二十个以上的理由来告诉你 你信不信 我要是不懂我找她问就好了 我干什么来找你呀 爸 我们要先按兵不动 别打草惊涉 等找到更有力的证据再说 爸 你说找到更有力的证据那 然后呢 然后 我忍了她一辈子 她摆布别人 为她目的不择手段 这次她踩到我的底线 我会让她知道 什么叫玩火自焚 现在陈树荣的手术已经成功了 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的 董事长 如果 换成是你 你会怎么做 老实说 如果陈树荣她不去自首 你还是可以告她 虽然你现在只剩下自白的影本 效力大打折扣 我想你还是可以好好地想办法 当然了 你如果就想就此原谅她的话 我也赞成了 无论如何 我都跟你站在同一边 谢谢董事长 你也别谢我了 我只是站在正义跟道理一方而已 我进去休息了 我进去休息了 这个蓝医师到底在干什么 居然没把陈树给弄死 来 华安娜 小白 你知不知道 手术居然成功了耶 手术成功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难道 难道什么 可嘉 真的是对不起 我一时嘴快 说溜了嘴 你说溜嘴什么东西 很崩潘 她一听到你要去杀陈树荣 她就立刻赶去医院了 我想她应该就是去阻止蓝医生了吧 你怎么说溜嘴不是交代过你了吗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过我好处想 你可以省下五千万 那五千万你可以做很多事 你 她这个死亡 她就不怕我不嫁她了她 可嘉 我觉得宝康她真的很爱你 她跟我说 就算你生气不嫁给她 她也认了 因为她不希望看到你犯法 更不希望你被抓去管 麦式康 你给我记着 对了 之前你问过我 什么时候要退休 我告诉你 我也想早一点退休 不过我不放心把杜儿交给韦杰 因为韦杰跟你们一样 都太感情用事了 她需要一个人 来跟她互补辅佐她 可嘉就是最好的人选 她怎么会是最好的人选 你别忘了 可嘉是喜欢韦杰的 我知道啊 就是因为喜欢 她会尽力地辅佐不是吗 你这根本是在利用可嘉对韦杰的好感 是啊 我想可嘉应该很高兴我再利用她吧 高佩儒 在你的心里面 所有人都是你的棋子 可以任由你摆布吗 如果摆的位置是对的 为什么不呢 我绝对不会让你拆散她们 过几天也许我会去上海去找韦宁 如果顺利的话我可能会助养 可嘉 可嘉 我走了啊 好 再见 等我放过你 我也有认识一个房子的中间业务员 那个人是韦琳的前夫 这个事情不要让董事长知道 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地管住你那个老婆 不如干脆离婚算了 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夹在你跟妈妈之间我很累 我真的很累 你懂吗 明知道在走可能是坚狼 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假 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 不要让自己的幸福开玩笑 但是昨日已经那么累 假惺惺惺的想要逃 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停 这才真的真正可笑 爱的太容易让自己牺牲 太容易让自己沉沦 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 我太疯 明知道你是错的人 明知道这不是缘分 但是我还奋不顾身 你算是吗 你算是不顾身 但是你正是真的 不顾身 你不顾身 你不顾身 是什么